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地了解被保险人当前身体状况 医疗体检是什么? 对人寿保险来说,医疗体检都是标配 它能确认客户提供给保险公司的健康状况细节是否真实 如果发现有新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会影响保费 这项体检是完全免费的 保险公司会支付这笔费用 客户也可以得到一份体检结果以便留作他用 体检的流程 人寿保险的体检和去医院检查身体并无差别 客户可以选择,请医护人员上门进行体检 整个体检过程可能会持续30分钟左右 当然,年龄较大的申请者或者申请的保额比较大 都会延长整个体检所需时间 医护人员会进行常规检查 也就是测量脉搏血压和身高体重,再计算BMI身体质量指数 如果是年龄较大的申请者或者申请的保额较大 医护人员也可能会进行心电图检查 随后,医护人员会问一些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来帮助保险公司确认保单申请中的信息 医护人员可能问到正在服用的处方药和最近看过的医生 请务必做好准备 需要提醒的是,护士会需要抽血和取尿药 需要特别注意,体检前一天不要运动6小时以上 体检前至少6个小时不可以吃东西 不可以喝碳酸饮料,只能喝水,并且尽量多喝水